为了打造更加便捷以及环保的服务 台中市都发局推动智慧建管链平台 这天举行启动记者会 包含了VR辅助审议系统 BIM辅助审照系统 3D GIS辅助审议系统等 同时也进行无知审照系统 并在系统中验证电子档正位 强化档案验证以及保全 希望能够达到环保减碳以及流程透明 戴上VR眼镜就能够看见3D的建筑示意模型 过去原本都必须要透过手工制作建模 不仅像当花费时间金钱 又无法清楚窥见内部 而透过3D GIS辅助审议更加有效率 台湾市都发局推动智慧建管链平台 打造更加便捷以及环保的服务 我可以透过这个GIS来清楚的看到 我跟基地环境的关系 我跟四周的关系 我甚至远值灾能扑面 这个系统 人行道的系统 车型的系统 我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杜发局表示 为了强化验证防卫以及AI科技化 因此建置VR辅助审议 建管区块链等5大系统 而其中的无纸审照 更是大大减少纸张的浪费 过去都必须要透过纸本来回修改 现在透过科技化 就能够更加省时环保 透过今天无纸化的审图 我在iPad上去看我的缺失 那这有个好处 我就把我的缺失一次就是告诉我们 那我们一次统整完之后 正确的书跟正确的图 我们再一次出 我们的那个资料 完整的审查完成之后 它会透过一个区块链的技术 那这个区块链技术 是跟法国部的这个联盟链 它因为法国部有发展一个联盟链 这个整个的资料透过签证加密之后 它会上到这个链上去 它是不会被伪造的 所以大家很放心把这个资料就放在这个上面 电子化中最担心的档案真位问题 一度发觉加长防卫验证 民众只要透过建管区块链平台 使用手机与电脑等设备 就能够线上验证档案真位 用科技来因应科技 避免受到不实伪咒的影响 接下来引擎砖台中厂报道